好 我们继续来看 刚刚这里讲到 有因有缘世间集 有因有缘世间面 那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94页 94页 我们对照看 就是从五运 从六处上说 94页 这个这里讲 五受因是本行所做本手实验 那么这个是从 从这个页 从这个页来说 好 那它是无常的 是缘起的 基本上是这样 通常会形容这个五运生 第一个是有为的 生灭的 无常的 它是缘起的 新缘生法 或世怨所生 那么会从这个地方说 好 那这个也是就要讲 然后我们可以看 281页 从六处录说 你看281页 那么这里讲到 此生非奴所有 亦非愚人所有 这个五运身心 我们这个身心 这个身体 那这个是从六处录 六路处说 为六处录处 处说爱取有 本修行愿受得此生 那有哪六个 沿着彼此生命 生命上会出 这是从六路处上说 这个身心 从五运上说 从六路处上说 那么它基本上都是 本修行愿受得此生 一业而有 或是一无名贪爱而有 这我们对照看 大概就比较知道 那讲到有因有言 世间起 那么底下也有 281页这边也有 你看这个是 佛魏家专言 基本上说的是一样的 他说我们看底下 这个 什么叫做有因有言 世间起 就是 这六处 六四生 六处生 这个六六法门 六受六想六师 此为此有 故当来 生老病死 此有 故有 有 当来的生老病死 优悲老苦 如是如是 纯大苦运 俱吉 你看 它就是总说之正 那这个叫做 有因有言 世间起 那这个是什么 有因有言 有这个世间 世间是什么 纯大苦运 俱吉 就是我们对照看 你就知道我刚才在讲什么 那么 纯大苦运 俱吉 那为此无故 那就没有 那就有因有言 世间灭 这个叫做有因有言 世间灭 那么正见世间起 就不生世间有见 正见世间灭 不生世间无见 正见世间灭 不生世间有见 那么这个也是 佛魏家章演说的 我们接着翻回来看 那现在讲 佛说 这个 佛罗门问 那什么叫做有因有言 世间起 什么叫做有因有言 世间灭 佛告婆罗门 鱼痴无人凡夫 我们从这边看 好 那么 这个就是从贪爱上说 那么 一个就是我们说 从这个我见上说 一个从我爱上说 那么 有两个地方下手都可以 那么 社 其实就是五应生 五应生的极灭 你只要看到社 你这后面就是受想形式 要不然你要 直接从社受想形式讲 就 有时候可能会误会 那么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这个生命 它怎么出现的 为什么会有苦 那重点就是苦 社极就是苦极 社极就是苦极 因为有社就有苦 社受想形式 有五应 我们还是写一下 五应 社受想形式 那经典习惯 从第一个开始说 社受想形式 那其实就在讲这个五应生 那五应是 纯大苦应聚集 那从这个五应所受的感受来讲 一般我们叫做无取应 五应即使是无取应 那你只要受了这个五应 你都是由这个无名贪爱而来的 就是由爱取有而来 那爱是因为无名而来 所以它主要是这个五应身心 五应的身心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现象 生命现象中的身心现象 例如说我们的生命现象 那么它从这里讲 极灭未换礼 形成 从我们这里来讲 极是为什么会有苦 从这里来讲 从极灭未换礼来讲 极灭未换礼 那这个其实就是道 这个是道 那你知苦 我们为什么会有苦 因为有业 这个是苦 色受想形式 这个是苦 生命现象 它就是苦 因为生命现象 是生死现象 生死现象中 有老病死幽悲老苦 老病幽悲老 种种 这简单讲 验证为爱别利求不得 有这些种种 种种苦 非常多 所以叫做纯大苦应聚集 所以这个色受想形式 是这个生命现象 它就是五应身心 那世间是苦 指的是这个 那就是 这个轮回 它就会让我们受苦 所以老子也是这么说 五之所以有大苦 唯无有此生 就因为我有这个身心 我如果没有了这个身心 那我会受什么苦呢 那所以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照经文来说的话 就可能会比较模糊掉 但是基本上它是在讲 这个我们就受苦 那么苦从哪里 你不知道极面 不知道苦极 就是这个苦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我常常讲 佛法就两件事 第一个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极 知极面 这里是讲极内未患 我看一下 对 极内未患 那你如果一一讲 色极 受极 其实它 你可以从六处讲 你可以从五应讲 可以从六界讲 但是其实 我们拉回到 拉回到它原来的 它基本上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 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为什么 业 烦恼跟业 就两种 无名所富 贪爱所欣 或是起获照业 就这样 那业怎么来 就我们刚才讲的 写那么多 业怎么来 六路处 处受爱取有 无名相应处 就这样 那你因为不知道 不知无我 所以你就依我 我见我爱 那么就起 种种的欢喜 赞叹拦着 就这样 而且相续不舍 坚助 就相续做 相续做 那一的成熟 他就要受苦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急 灭 灭 灭 这里常常有 灭灭灭灭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这可以运用到 每一件事上 肚子饿 苦不苦 苦啊 为什么会饿 为什么会饿 不吃饭可以吗 不吃饭可以 会痛苦 痛苦到最后饿死 就这样 不喝水可以吗 不睡觉可以吗 反正就是这样 你就是需要 你没有 你就会苦 你忍耐到最后 因苦而死 苦行外道也是这样 那 所以啊 所以 为什么会受苦 你要找出他的源源 那 只要你有这个生命 你就必须常常 要掌养他 要跟他洗澡 你可以不洗澡吗 当然也可以啊 也可以啦 但是容易生病 然后让人家远离 你会发臭嘛 然后会生病 生病又有病苦 然后就是 你必须要有很多 你只要一步配合他 所以中二海里面 讲到这个啊 这个身体 我们对他那么好 但是他却常常 跟我找麻烦 常常照顾他 那像这个父亲 在照顾子女一样 可是他常常 跟我找麻烦 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 又很难照顾 就很麻烦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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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照顾他 可是他 非常的刁难我 一不顺他的心 他就让我受苦 中二海里面 会特别讲到这个 然后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因为就有月报生 讲到最后就是这样嘛 那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灭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所以我常常讲 佛法就这两件事而已 知己跟知灭 那己一定是苦己嘛 己一定是什么 苦己 苦的形成 苦 灭一定是苦灭 一定就是这样 己就是苦己 灭就是苦灭 所以灭是什么 苦灭 那苦要怎么灭 要灭苦之道 讲这个 那这个就是什么 简单讲 这个就是灭苦之道 那这里先从 有灭之有灭 我们这样讲 我们要把它合起来看 不然你会 散散散散散 其实佛法 其实从不同的角度说而已 那 这个是灭苦之道 这个是苦 苦 苦灭 苦己 所以就变成苦 己 灭 道 所以 刚才那个 连起 四地 中道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我再写一下 你看 道 这个是有灭 这个是有灭之有灭 胃 胃 胃着 身体取一灭 然后后面有讲 那这个胃从哪里来 这个是灭 育灭 育灭从哪里来 如果从这里来讲 一般 育灭强调的都是 处受爱取有 有没有 从这边开始来 育灭的爱 处 受 想 死 所以他有 前面有讲 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有没有 那处受想死 从这边来 那处从哪里来 处从哪里来 从六路六处来 六路 内六路跟外六路 根层事 根层 根层合合生事 根层是合合生处 从这边来 那这样一定就会产生爱吗 不一定 他要有无名相应 要无名相应 无名相应处 才会产生爱 名相应处不会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无名行 有没有 他照做 然后 欲滩 所以你第一个 要先 从这里要先 怎么样 要先觉察 有滩之有滩 我们是综合阿兰经的说法 因为我们学过那么多了 你要贯通 你学法没贯通 这边一块 那边一块 都不成一块 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所以学法 我常常讲 要有三种贯通 第一个就是 法跟法要通 这个法跟那个法 五蕴跟六路处要通 像阿兰一样 像罗霍罗 五蕴 讲无我的 主要有三大部分 五蕴 六路 跟缘起 那么 五蕴知道了 六路知道了 缘起知道了 还不能证无我 要三个互相贯通 要知道 贯通了 一通就通了 所以罗霍罗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是 学习佛法要贯通 你不可以这边 学一块 那边学一块 都起来不成一块 那这块 跟这那块 又不一样 那块跟那块 又不一样 这边论不清楚 不是的 其实它就是讲 身心现象 跟生命现象而已 它不是其他的 也不是讲别人的 那只是从 不同的角度上说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都是同一像 从不同的角度上说 那你不要 都不成一块 要三种通 第一个就是 要有三通 这个不是小三通 这个是大三通 法跟法要通 我常常讲 这是我自己体会的 真的就是要这样 法跟法要通 佛所说法 佛所行法 佛所证法 它是同一件事 佛说的 就是佛所证的 那么必须要有所行 才能得所证 从中出教 以戒教正宗 那么这个法 真理 正真理的方法 刚才我们讲 或是佛所说法 佛所证法 佛所行法 或是小圣法 大圣法 或是解脱法 神文法 菩萨法 或是南传的 北传的 藏传的 不管 那么基本上 就是法 那法跟法 法跟法 那么要通 那不同的法 佛所说法 佛所证法 佛所行法 要通 比如说 如果从 佛所说法来讲 佛所说法 是为了 是为了说什么 说佛所证的 为什么要说佛所证的 要让大家也得佛所证 所以要行佛所行 知佛所说 知佛所说 那么正佛所证 行佛所行 那么基本上 那么你就成佛 那么大圣法 小圣法 那么如果从 阿安经来讲 这个法 五蕴 缘起 五蕴六路 或是缘起 其他的法 都一样 那么你从六路讲 那五蕴缘起 种种种种 其他的法 如果从无我说 那也一样 所以 我们刚才讲 就是佛说法 是从中出教 从他所证的 从中出教 他把他 他把他的所证的 怎么证到这样的 怎么解脱的 怎么解脱的 这个经验 说出来 那么佛弟子 借教物中 这个是佛 从中出教 这个是我们 佛弟子 借教物中 借由佛所说的 那么正佛所证的 借教物中 那么能够了解 佛所证的 那么 跟佛 同做解脱 同一法位 就可以 同一法位 正佛所证 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 法跟法要同 第二个是 法跟什么要同 法跟信要同 我记得大家 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 这些都是要让我们 照着做的 你要能够深圳理解 而且 说的不是别的事 说的就是你身心的事 就是你自己的事 不是说别人的事 就是说的就是你身心的事 所以这些法 跟诚事 喂换礼 喂 我又没有喂 我有没有喂着 我没有贪欲 有贪之有贪 不是文字上的 是心境上的 是谁的心 是我们的心 面对什么境 我们所面对的境 那你常常要做观察 所以就是要觉察你的心 要控制你的心 要调伏你的心 要断除你的心烦恼 就是断除你的烦恼 所以我们常常讲 到最后把所有的烦恼都断除了 就超越 就是你有这样的五印身心的生命现象 你超越了轮回 轮回的心 你要觉察 你要控制 你要调伏 你要断除 你要超越 那么基本上 这法跟法要同 然后法跟心要同 那么你最终它不是讲别的 它就是教你怎么修行的 修行不离开五印身心 我们的修行都是离五印身心而修行 都是什么 五印身心之外的 佛 菩萨 都是这样 我们即使诵经也是为了超度 我们之外的 冤亲在主 我们都是离五印身心来修行 基本上我们用功的目的 要不是跟我们不相关 就是跟我们自己 也许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信徒 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师父 就是跟我 跟我所有关 就是跟我无关 我一跟我有关的 就是我用功 然后来帮助他们 其实不是 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 第一个要净化你的身心 诸恶莫作 众三奉行 是谁 众三奉行 是我 众三奉行 众三奉行 是我 正众三奉行 致敬其义 是谁 致敬其义 是我 致敬其义 那现在我们不是 我诵经让你清静 我诵经让你消灾 我诵经让你离苦 我圣经让你得福报 那么我祈求谁 祈求 观音菩萨加持 地藏菩萨加持 药师佛加持 阿弥陀佛加持 也跟我身心无关 都不是怎么对治我的身心 怎么调伏我的身心 是借由 我只是出个力 出张嘴 出钱 然后让佛菩萨 来帮助我达到 其实不是这样 佛法真的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离五印身心之外 佛法跟心没有通 法跟心没有通 你为什么用不上 你就没在用啊 怎么用得上 你平常都不在用 你那个 像我们那个灭火器 挂在那里 从来没有用过 忽然间失火了 要打开 我会打开 整支灭火器丢过去 他看他就会灭火 不可能嘛 那这个有点像什么 一烦恼来了 你不知道怎么用 就开始念 这个 这个 开始念 你没有思维 这个观自在佛寺 行神不合分 念到看能不能度一切苦 没办法 你没有用啊 你不会 你没有照 照见五印子 你没有色不一宫 空不一色 你就在那边 色不一宫 空不一色 色其心 空其色 然后看念完之后 会不会苦难就没有了 你看我们去做那个佛事 我就记得 做佛事常常都有念心经 对那个亡灵就念 色不一宫 空不一色 念的人都不知道 被念的人会知道 我都不相信 我告诉你 真的 念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色不一空 那么你念给他 你念的人都不知道 你念给你那个 没有学佛的儿子听 他会知道 他只知道你在念经 你知道吗 但是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也许感觉 这个念经可能会有 佛菩萨的加持 就这样而已 那一样 那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法跟心不同 不要说跟法跟心 法跟法都不同 真的 那法跟心通之后 是什么 心跟心要同 就是我的心 才能通你的心 那我们都不是 我跟法 我的心 我的法跟法不同 法跟心不同 我就要心跟心通 你都不通了 你怎么让别人懂 你学这个法都没有力量 都不论灭自己的苦了 你怎么样让这个不能灭苦的东西去灭别人的苦 心没有办法跟心相应 何况还不一定能相应 佛陀那么厉害 都不一定能够灭其他人的苦 他只能够引导这个人 如何灭苦 他没有办法灭他的苦 没有办法 所以有些 他跟佛弟子讲 佛弟子不懂 要问他 他如果没有如理思维 他也没办法 佛天天诵经 我们说的就是诵经 其实讲法就是诵经 就是像这样 佛天天说法给佛弟子听 佛弟子有没有因此就有功德 不一定 第一个他有没有懂 第二个懂了 他有没有照着做 第三个照着做了 他有没有做到好 对不对 就这三步 那你这三步没有做到 你就是佛来诵经给你听 也一样 不对吗 你看那个都是佛讲给佛弟子听 只是没有用唱的 用讲的而已 朱比丘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话重新讲 就变成诵经吗 不是吗 对啊 金刚经 比如说金刚经 那这佛讲给 讲给这个佛弟子听的 我们现在把这一段话 全部搬回来 从头念一遍 就变成诵经吗 那真的回到当初的原谨 就是佛把这些话 讲给了这些佛弟子听 那念完了之后 然后回向 然后大家就解脱吗 没有嘛 当然没有啊 是不是 阿安经也是这样啊 那这一段经 我们以后早晚课送这个经 送完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你没有用啊 你知道吗 你不会用 不会用 你的佛法就没有用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他你看哦 受想行事 受 未换礼 这个是什么 未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你要先知道 你懒着有欲贪 因为你如果没有的话 就欲想 会想 害想 下一步 附近就讲这个东西 就是 你因为感官面对境界 那你升起 那你就会开始造业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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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业 造二业就会下三二道 那么 所以 你就会受苦 就算你没有下三二道 你依我见我爱 轮回 一样受苦 然后 你要知其过患 而能远远 你要了解 了解 欲贪 就像 舍利佛跟 跟这些 西方来的比丘讲 你们回去 有人问你 佛法讲些什么 像这里 像这里 婆罗门问佛陀 佛陀你都说些什么 佛陀说 我论音说音 我说元其法 就是 简单讲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怎么可以不受苦 有原因是先及 有原因是先灭 那么 这个是婆罗门问 婆罗门问佛陀的 那 马圣比 这个舍利佛 我问马圣比丘 你师父都说些什么 我 诸法音源生 诸法音源面 就那个 讲元其 那 这个舍利佛 跟西方来的比丘 你们回去 有人问你 佛陀都叫些什么 你要怎么讲 调腐浴滩 你看 就是从前两遍而已 那他要问 那 浴滩有什么过患 我为什么要调腐浴 有没有 就底下他就问 那如果有人在问你 那 那浴滩到底有什么过患 我必须要调腐浴滩 要断除浴滩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浴滩 你就会怎样 就喜欢他照片 就这样子的 如果你不调腐他 你就会受苦 如果你调腐他 你就可以得解脱 你可以不应他受苦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要调腐浴滩 所以你要知其过患 然后怎么样 然后能够远离 然后调腐 你要先知其过患 然后怎么样 我浴滩到底有什么过患 好啊 那我见我要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不好啊 对不对 那无意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不好啊 是不是 你如果不知道他的过患在哪里 你不会 像天人为什么很难修行 天人享受无意啊 他很难修行 为什么 他那现前没有什么特别的苦啊 那他就是没有思维 不容易思维到那个过患 所以为什么在说博世界容易修行 有苦啊 有苦能够起患 思维过患能远离啊 就是他为 然后能够思维过患能远离 那天上不容易啊 天上在无意里面 失一得一 失死得死 又没有愿正会爱别离 月别离是要死的时候才有 那么 有没有愿正会爱别离 也没有 像我们这些 那个老跟病的苦 他都没有 所以他 他大部分的苦 生的苦也没有 他出生是化生的 也不是我们在母胎里面 然后要出来又很辛苦 不是这样的 然后又慢慢长大 没有 他一出生就长大了 就五六岁的小孩了 就能走能动能讲话了 还有天眼 还附带天眼 而且还有飞行能力 所以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苦 但是这样他就不容易处理 所以这个 这个未患离 极灭未患离 它重点 我们回到这边来说 这个讲色 色极灭未患离 那这个就是道 那要怎么离呢 思维过来怎么离呢 就讲到八正道 八正道跟八不中道 其实就是这个 你要怎么离 要怎么远离 从六路处讲 那个处相应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 你要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通常缘起 心跟近的缘起 智跟他的缘起 那我们心跟物的缘起 那我们通常会讲 就是你观 自他 那么观心跟近 观身跟心 通常我会这么讲 就是身跟心 不为缘起 五运身心 互为缘起 心跟近 这六路 这个是五运 这个是六路 那么自他 互为缘起 这个也是在心境里面 那么通常是这样 那导师是讲 导师是讲心跟物 心跟物 心 物 互为缘起 通常我们就是 我们了解 身心互为缘起 心境互为缘起 自他互为缘起 自己的身心 自己的境界 别人的境界 那么其实互相影响 那包括这个 国土世间 跟友情世间 跟物运世间 会互为缘起 不同的环境 会影响我们 不同的环境 会影响我们 这个近也是 不同的环境 会影响我们的身心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了解 急 灭 胃 患 礼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那怎么样不受苦呢 为缘离 简单讲 为缘离 或是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厌 离遇 灭 灭 灭 一样的道理 要厌离遇 从有胖至有胖 要怎么样 要厌离遇 灭 灭 灭 基本上是这样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说 于此无人凡夫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又不学习 学习又不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又不依教奉行 那基本上 所以对于色 极灭未放人 我们说这个色 基本上就是身心 就是生命 我们对于我们生命 怎么存在的 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从根本来说 他就是在说这件事 我们为什么 会有这个身心 生命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环境 为什么会出现在 这样的地方 忍受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问 像我小时候 我常常会问这种事 奇怪 我这种人 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 真的 我以前很纳闷 因为我跟周围的人 不太一样 就是说 我跟他们不相应 我以前都是看古典文学 我们旁边的人 没有一个人喜欢看这个 我都是看那个 《红楼梦》 《三国园》那一种 我的朋友都是 林大玉家宝衣这一种的 其他的没有 真的 我以前喜欢看 周围的人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跟我一样的 我们家里的人 也都跟我的性格不太一样 所以我常常会纳闷 我这样的人 不应该出现在 这样的地方 就是 生在这样的地方 当然 以前也会对自己 奇怪 就是 我为什么会这么苦 以前家很穷 然后 就是环境也很不好 就是说 心跟近 身跟心之间 身体好而已 其他都不好 那么 为什么 就常常问这些事 看到人死了 也会问 会害怕 人为什么会死 我会不会死 肯定会死 但我肯定会死的时候 开始产生极大的恐惧 害怕 那也产生很害怕 那就去找 可不可以不死 那个时候 有不死的法门 叫做修仙道 常生不老 其实我也很努力去修 真的 我就去修那个 到家的 大周天 小周天 然后去修那个 常生法 要去修 就是 就会问这一些 然后会去了解 为什么 这个世界是这样 为什么别人是这样 我是这样 我为什么会有 这种关系 你慢慢慢慢 去了解 后来你才发现 我把讲得真好 真的就是 你要如实知 那大部分的人 不太问这个事 大部分的人不会 但是你就是要去理解 我们为什么 会受苦 我们为什么 会出现在 这个世界 它一定是 有因有缘 有业的 所以有因有缘 世间级 你发生在任何一件事 都是吗 为什么会拉肚子 有因有缘拉肚子 就这样 为什么我会生气 有因有缘 你会生气吗 为什么他不生气 有因有缘 他不生气 东西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今天 来这里上课 有因有缘 一样 为什么你要来 为什么我要来 为什么我们都要来 那因是什么 缘是什么 你想学佛 你想得到佛法的利益 我也想 所以大家同行同愿 不就这样吗 是不是 基本上 他都是有因有缘 那你为什么 想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佛法是什么 他就一直 就是因缘 因缘 凡事都是因缘 这因缘 好 那你从这里知道 你就容易解决问题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那问题一直存在 那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直存在 其实是这样 那等到你对一切问题 都不是问题的时候 那个就叫做自灾 就是这样啊 你不受到 虽然问题也产生 但对你来讲 是没有问题的 以前 这个问题 就是很大的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 不但 不但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努力要去解决 也解决不了 那么 有苦在生苦 解决不了会生苦啊 但最后的时候 你可能解决掉了 你可能解决不掉 但不管解决不解决 你都怎么样 不会苦 因为时间是这样子 天气很热 你可以 送个金叫太阳 晚一点出来吗 今天我要去 今天我要 刚好要去旅行 你可以祈祷 祈祷那个天 让它今天不要下雨吗 当然很多人也这么做 但其实不需要 那么一样 你的苦有因有缘 所以苦的孽也有因有缘 我们有很多问题 我们这一生中 有非常多的问题 身体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左右邻居的问题 子女父母的问题 兄弟姐妹的问题 公司同事的问题 多着啦 多着 那么任何一个问题 它都有因有缘 那根本的因缘 都在自己的身心上面 自己的业报 自己的善根 自己的善缘 自己的善业 同常这三点 善根 善缘跟善业 所以叫做善根福德一缘 任何事都少不了 善根福德一缘 善好的事啊 那不好的事就是 你的善根 就是你的智慧不到 那你的善业不足 那你的善缘又不好 那善根就好像 你这个人 抵抗力非常好 即使在充满 充满病菌的环境下 你也不太容易生病 周围的人都感冒 你就是不会 因为你善业好 你的善根好 你的抵抗力好 你的抵抗力好 第二种是 你的善业大 你的福报大 你都生活在那种 比较高级的环境 很少有 很少有什么 很少有那种病菌的社会 那个福报大到天人 他也不会啊 生在天上他也不会啊 他不会染病的机会啊 没有瘟疫战争的机会啊 没有啊 那是在那个 比较福报的国家嘛 善业大嘛 那你个人的业报 福报大嘛 那你也不会 你的身体很健康 你吃的东西都是好的 有机的 或是身体健康的 药也都是好的 所以你不太容易生中病 第三个就是你的善缘好 善缘好就是 你就是生病了 很快遇到好的医生 就把你医好了 有些人不是 小病医成大病 对不对 那有些不是 大病很快 刚好就遇见一个人 就把他医好了 受的苦很少 那善缘好吗 那你就这三件而已啊 那你要解脱也这样啊 你又不有善根 这个是根本的 这是根本的 你没有善根 你要有善业 你虽然有善根 但是善根不生 你的恶业多 那你就难啊 环境不配合你 你就很难修 你公屋还不到吗 公屋不到 没有好的环境 你修不来 那有好的环境 那么 有好的环境 你可以增长善根 但是 要没有障碍的因缘 没有人推我 没关系 可是后面不要有人拉我 对不对 那有助缘 那么有人推你 那么 有障碍的因缘 有阻碍的因缘 就是你要往前走 后面有人拉你 你用了十分的气力往前走 那个人用了七分的力气 那一气力 减掉只剩下三分 就这样 那如果你要用五分的力气往前走 那个人用八分的力气拉住你 你还要后退三分 所以 会修行越什么样 越往后面 那谁会拉住你 你过去的 你过去所造的业 斜见的业 不散的业 他就会拉住你了 所以要多结善缘 要增长法缘 正法的缘 要增长正法的因缘 不要增长斜见的因缘 斜法的因缘 要多到善作 善的业 不要 恶人不要跟多恶人之交 因为跟他结缘没有好 要跟 要跟这个 要跟这个诸佛菩萨 跟这个诸善善缘 结好缘 那这个才是 慢慢慢慢 如果我们能力不足 我们就要从 善根不足 要从善业跟善缘下手 善根不足 要从善业跟善缘 培养善根 增长善根 其实是这样 那如果善根足了 那么在 善根足很容易 造作善业跟善缘 那么也 即使善业不足 他也很容易怎么样 不会生烦恼 善业不够 不会生烦恼 善缘不好 他很能够 如果他有智慧 他不起烦恼 他也很能够化解 化解掉这个恶缘 那你善根不足 恶缘来了 你很难不增长恶业 增长恶心 很难哦 那所以 基本上 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就是要不断增长善根 那我们即使遇到过去的恶缘 那么 感受 招感过去的恶业 受的恶暴 我们都不会起烦恼 那不外乎就是心面对劲 那教你的就是这一些 你要好好想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要不断不断地练 借尽练心 力士练心 那么可能有好有不好 好跟不好都会增长恶业 不是说好就会增长善业 不一定哦 好也会增长 如果你的善根不准 也就是你的那个善心 善根 就是你无贪无称 就是你的贪生吃 增长一切的 增长一切恶业都是贪生吃嘛 尤其是鱼吃 所以无名 这里都叫鱼吃无名凡夫啊 都是这样啊 那所以你要常常理解 常常试着理解这个事件 那么理解自己的身心 常常观察自己的身心的反应 然后观察其他人因为你的反应 因为你会影响其他的人 那么这个就无形中增长什么 如果你的好的影响就增长善业 如果不好的影响呢 就照做恶业 那么你的影响它很深 那么你就跟它结恶业 结染污的因缘 它有没有来找你算账 是另外一回事 你自己本身就会生起障碍 就好像你抢了那个人的钱 那个人会不会来找你要钱 是另外一回事 你本身就是因为抢钱这件事 而怎么样 贫穷 贫穷卑贱 你杀了那个众生 那个众生会不会来杀你是另外一回事 你本身就会因为杀业这件事怎么样 转命多病 它是这样的 所以善业跟善严之间 所以佛法就讲这个 那这个都是必须在你生活上 生活上你要能够用 生命中你要能够提升 提升你的生命 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提高你的生命的特质 那么这样你的佛法 这样你的佛法 你才会越走越好 然后你会觉得 你真的会从内心赞叹 佛法真好 我能够学习佛法真好 然后就会 我们都可以一起学习佛法 真好 就会这样 你真的那个是不由自主地从内心上 觉得这件事真好 那么像孔子说的 有盆至远方来不亦乐乎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类似像这样 就真的 大家有志于讨 来这里学习佛法 这是一件真的是非常殊胜的事 哪一天 哪一天我们有一个比较 善缘聚集 法缘聚集 有一天有一个要走错了 他会把他拉回来 因为大家的力量 跟你有缘 这个人 你容易相信 结的善缘 造的善业 你的善业会支撑你不多二道 你的善缘 会让你不落入二道 你的善根是个根本 但是没有善业跟善缘 有时候善根很难增长 恶业跟恶缘 就会让我们很容易造恶业 然后互相伤害 互相影响 那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障碍别人 或是障碍别人这件事 是他自己要生气的 不是 你未来你就会知道 你会因为很多事 莫名其妙的 你就起烦了 所以要尽量 不要去 不要去障碍别人 能够让别人不起烦恼 在我们的忍力范围里面 我们尽量做到 但是也不是说 我们一直都顺着别人 然后让我们自己起烦恼 也不是这样 让我们不起烦恼的状态下 那你想办法让自己不起烦恼 所以你说 那不行啊 那我就是会这样啊 那这个就是 你善根有障碍 善根就是无贪无称无吃啊 那你就是 我就是要有贪有称有吃啊 那你这样我没办法啦 对不对 那你善根 你善根 你就是未患理 你不知道了吗 有因有缘世间急 苦是怎么来的 你不知道吗 苦要怎么消失 你又不知道嘛 所以你才会坚持怎么样 为 为贪爱 欲贪 我要这样做 那你不会去想他这样做 有什么不好过患啊 有没有 也不会想这种不好 那也不会 也不会起心动 我要克服掉这个 也不会我要消除这样的烦恼 你不会这样想啊 那不会这样想 你就没有到啊 你哪里会巴正道 那你不会啊 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 进行佛法 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念啊 天天把这本当成金刚经两院 念完了也是这样啊 你要能够 法跟心要通啊 他就是告诉你 你实际上怎么修的 你不能这里听一听 下课了 都还给佛啦 也不是还给我哦 还给佛 那真的是 但是 不是一下子就做的啦 真的不是 知道跟做到之间 有一段距离 那么你要做到 知行合一 王阳明就讲这个嘛 有些讲知意行然 有些讲知难行义 那么基本上 就是你要做到 知行合一 那么知道跟做到 没有那么快 像我也是一样啊 我学习佛法 觉得佛法真好 因为我去寻寻秘密很久了 但是我发现 佛法真好 慢慢去了解佛法在说什么 但是也不是知道就做得到 真的 还要看大事小事 还要看你的习惯 那你要慢慢改 慢慢改 慢慢改 有能力就 但是你有一个心愿就是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好的 换 换就是这样啊 这个对我的生命有过换 对我学习有过换 对我的解脱有过换 我要想 现在虽然不能马上改过来 要想办法 想方设法 把它改过来 那我们也常常在想办法 但都是想办法 让自己不苦 让别人受苦 不管 但是这样反而会让自己受苦 真的 所以你没有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每一个人的行为 我们就知道 他对佛法的深入程度到哪里 真的 看你面对一件事情的反应 跟处理方法 大概就知道 大概就知道 你法跟法 法跟心 有没有通 你有没有依教奉险 或是你有没有那个趋向 有没有向上 向上 向什么 向解脱 对啊 这个都是常常讲 讲到不用说就背得起来了 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要 你看 你看佛陀讲这个东西 从第一经到第一经 很多东西重复讲 不对吗 你看 他怎么讲都是这些 五院 你看到五院有多少经 那时候想就是 但是 你要很熟 那东西就是这样 这是你身心的清洁 你生命的现象 跟你身心的现象 那你怎么去调控 掌握 这些现象 怎么去了解 清楚 知道 这些现象 它怎么来的 它怎么来的 它怎么没有的 那我要让它 一直保持在有或没有的状态 那我要怎么做 有因有缘 人会快乐 有因有缘 人会痛苦 那我如果要让我一直快乐 那我要具备什么因缘 那必须没有什么因缘 有因有缘 人会健康 有因有缘 人会生病 如果我现在生病了 那我怎么样 可以恢复健康 如果我现在健康 那我怎么样 可以继续健康 不要生病 那就是讲这个 那我们把烦恼当成生病 把烦恼当成生病 有因有缘 我会起烦恼 因缘就是六路处 处受爱情有 有因有缘 我不起烦恼 那我如果现在起了烦恼 我起过烦恼 我正在起烦恼 我将会起烦恼 好 若已起 若将起 若正起 那么我要怎么样解决烦恼 你先要知道它过犯 烦恼不好 对不对先放一边 有没有烦恼 先处理 对不对 你对还是我对 那个先放一边 就算是你不对 我对 我起烦恼了 是影响谁 影响我 先影响我 再影响你 对不对 我内心先起烦恼 给你坏脸色看 再骂你 是先影响我 然后再影响你 但是影响我是决定的 能不能影响你 还不一定 对不对 我骂你 那你生不生气 就是要让你受苦 可是你受不受苦 就不一定 但是我受不受苦 是决定的 是不是 是啊 所以这件事 你要想清楚 你想不清楚 所以有时候 我在调解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人说 可是那个人 怎样怎样 现在不是那个人的问题 现在是你要不要 修行的问题 你要不要离苦的问题 你要不要调伏 烦恼的问题 如果你要 你就必须这么做啊 对不对 你要讲到那个人 都如法 那有可能吗 所有让你辛苦 起烦恼的人 都不再让你起烦恼 有这种事吗 不可能啊 那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把你自己 关在一间房间里面 不见任何人 那没有人 能让你起烦恼吗 但是你会不会起烦恼 会 你还是会起烦恼 真的啊 就把你关在一间 你所有起烦恼的人事物 都不见了 就只有一边墙壁 你开始会起烦恼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关这么久 真的啊 真的 那你不是 离去这些人事物 你就没烦恼吗 没有 不在于让你 没有一切的烦恼的人事物 而是在于 你有健康 有理智 有智慧 有慈悲地面对一切 不慈悲 不理智 不健康的人事物 不在于 把一切的细菌 都隔离起来 在于你有抵抗力 可以 可以应付一切的细菌 你都不会生病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把所有的细菌都隔离起来 让你住在隔离病房 你能住一辈子吗 住一辈子好吗 对啊 所以一样嘛 所以烦恼 烦恼就像病毒一样 它不需要经过飞沫传播 也不需要经过这个 这个血液传播 又不要 它自然而然 它就可以传播了 而且可以扩散到很快 那你要知道 你很容易接受病毒感染 别人一句话 别人一个脸色 别人一个行为 你就不断起烦恼 你这个叫做体质虚弱 所以你要加强体质 很容易生病 患过患 你的过患是什么 你太虚了 你如果是太虚大师还好 又不是 太虚了 身体太虚了 这样不好 就从哪里 吹个风 就感冒咳嗽很久 一句话你就气愤如脸 就好像吹个风 你就咳嗽很久一样 那你想想 这个是不是过患 要不要解决 要 急灭未患你们 那你要解决要从哪里 从急 解决就是灭吗 你要怎么急 急从哪里 先对这个劲 起这个无名 其实讲这个 所以它后面就讲了 摄起摄灭 如果是佛地子 如果是鱼翅 无人凡夫 就不知道 不知道有因有缘 世间急 那么所以 它说 不如时之故 爱乐于什么 摄 赞叹 懒卓 那么 摄就是 禁戒 禁戒 言而平舍身 对摄身向外处 其实是这样 那这里是从五蕴来讲 这受想型是来说的 那么 受想型就是 你跟沉相对 然后产生受想型 其实是这样 所以 因为你面对境界 其实就是你的生命 不断在起烦恼 简单讲就是这样 所以 你又爱乐故 取原有 有缘生 生就原老死 若被劳苦 所以它告诉你 有因有缘世间急 因缘是什么 刚才我们画的就是这些 它就是 处受爱取有 那 跟沉何而生事 跟沉事何而生处 那么 都跟你的烦恼相应 所以 也受想型是 其实就是这样 处受爱取有 那么 摄受想型是 因为摄 那么就 赞叹然 其实就是五蕴神心 我们就是讲这个生命 那么这个叫做 有因有缘世间急 有因有缘世间灭 世间就有生死 那什么叫做 有因有缘世间灭 于色 己灭 为万里 如实之 为什么会有苦 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我的烦恼 起于何处 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 我要怎么样 从哪一个方面 让我自己 不起烦恼 而你不是说 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让那个人 不再让我起烦恼 不是 而是我怎么样 面对类似的境 都不起烦恼 那不是逃离就好 不是 是怎么样方法 善巧 先具有善心 然后有善愿 然后有善巧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要有智慧 所以 不爱乐 赞叹 懒卓 留住 他是讲兼住 色受心住都一样 心不在那个境界上 住在那个境界上 住在那个烦恼境界上 那因为 不爱乐 赞叹 懒卓 留住的缘故 那么你对这个色 的懒卓 对这个人 比如说 他给你不好的脸色 不好的声音 那么你不会直取 你不会直取 他讲完 他说完 或是他给你不然 他就走了 但是你把那个像 一直留在你的内心 让自己一起缠作用 所以你看 我们正烦恼的时候 都是我们回来 面对那个境界 是很生气 回来的时候一直想 越想越气的 都是这样的 佛法叫做第二支剑 第三支剑 第一支剑是人家射你的 射你之后你拔出来 为什么这样射我又打一次 为什么这样射我又打一次 就别次射 第二次以后就是你别人 你自己射的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色爱则灭 爱灭则取灭 取灭则有灭 有灭则生灭 就讲这个 那么当你的烦恼灭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会因为烦恼 而有的任何不当的情绪 让你受苦的这一些不当情绪 心所就是情绪 情绪作用 那么这一些影响 会影响在你的内心 产生一种叶痕 印痕 它就叫做叶力 那会产生作用 流着流着 忽然之间就发作起来 那个叫做叶力 潜在的影响力 那个叫做心的印痕 那么这样的印象 这样的感受 那么长期影响着我 所以我只要再看到类似的境 我就会生起同样的感受 那么 每加深一次 那个反应就加快一次 所以就变成 后来就变成 马上的反应 就瞬间的反应 就是好跟不好 就变成自然而然的 那你不知不觉 那就照业就不知不觉 起烦恼就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的起烦恼 不知不觉的照业 然后不知不觉的受苦 受苦之后才在那边埋怨 那人都是这样 所以叫做 不知道极灭未患 就不知道 讲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再下课 所以 那么这个叫做有因有缘 灭世间 有因有缘 世间面 这个叫做什么 论因说因 好 那么 讲完了之后 这个婆罗门 就回去了 好 那么 讲到这里 下课 这个臣好 那个臣好 这个臣好